哈喽,欢迎收听Puni聊护理第13集节目 我是主持人Puni 今天的节目会延续上星期第12集节目的内容 还没有收听第12集节目的听众 建议可以先收听哦 我们邀请到在区域医院担任麻醉护理师的Rian 来和大家聊聊担任麻醉护理师的经验分享 Rian在今天的节目中会和我们非常仔细 不尝试的分享自己念书以及做笔记的方法 能够帮助更快适应环境与临床工作 对了对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想请你花一点点的时间订阅我们 并帮我们在iTools上面打新评分 并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听众能够知道Puni聊护理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护理师是在做什么的工作 也欢迎加入脸书私密社团 也能追踪我们的IG 请搜寻Puni聊护理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加入并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知道哪一个科别的工作经验坛 非常的感谢你 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所以你在就是刚刚当新人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做什么提升自我啊 或者是念书啊 做笔记什么 就让你更快能够适应这个环境 我先讲念书好了 就是念书的话 主要还是要看你以前念书的方式 那你在麻醉圈宁的过程中 他们会有教科书 那也会医生有的时候 因为帮我们上课的是医生 那医生他有一些也会给自己讲的一讲 那你就是两个东西看半的看 那像我的习 我从以前读书的习惯就是 我一定是看课本 那我就是课本看完 那把重点拿出来 然后再把医生上课的东西拿出来 那我最后自己再写一套我自己的笔记 我一定会把东西都结合起来 整理成一本我自己的笔记 那我的这个叫大笔记 那我还会有一本小笔记 那个小笔记就是 比如说药物啊 剂量啊 那一些有的没有的阿拉杂的东西啊 太多了背不强 我就会弄在小笔记 然后戴在口袋里面这样子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 学会把东西 大东西 浓缩起来变成小东西这样子 然后 这个是读书的部分 读书的部分就看个人 那我的习惯就是 读过一次 然后自己写出来 读过一次用自己的画整理出来 然后整理完之后 再去整理 再整理一些你永远都背不起来的东西 就都摆在身上吧 对 你说进去 刚进去工作的适应期的话 我觉得就是 当你还有 因为你不会一进一家新的医院 就让你独立 所以当 当还有人在带你的时候啊 学姐一定都会 跟你说 你看这台刀 是什么什么刀 那 嗯 这个很重要一个东西 就是白胃 因为白胃 就是你在全领的 如果你有 有去 有兴趣 有去走全领的话 就会知道有一门 就是中间有 一个课程 叫做 那个手术中白胃 因为白胃 其实很重要 所以 学姐就会开始跟你说 这个外科 他们会怎么白胃 那他们习惯 会在 什么地方放 什么的 比如说这边要放一张 Miles Stand啊 他这边会占人啊 这边会怎么 因为很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像如果 今天是 OB科的病人嘛 那OB科医生 一定是站在头颈部啊 对 我们麻醉客也在头颈部啊 因为我们要看他的Airway 所以我们也在头颈部啊 差不多就是两别会打架 因为这个时候学姐 就会开始跟你说 他就会带你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跟你说 这一科他们习惯 他们是会怎么怎么站 所以我们 我们麻醉的时候 一刚开始要麻醉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 我们要多少位 就是我们自己拿嘛 我们弄好之后 都确定好之后 你的东西要怎么移 要怎么摆 让外科他们可以上来做事 开吵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 就是你一定要记起来的 而且有一些 你的笔记量多少啊 我觉得其实可以依照 你工作的同事 因为我自己现在工作的医院 其实他们开到房的 护士小姐啊 他们护理师 其实还蛮好相处的 所以我其实之前 我有想过说 特别去背 可能这个医师 他开这个道 他要左手出来 右手进去 或者是右手出来 左手进去 或者是怎么样 我之前有想过背 那后来有些学员跟我说 不用记没关系 你这样就记不起来 你问他们 他们都会告诉你 然后确实 有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忘记 我就问他们 他们都会告诉我 但是有一些医院 因为像我在全宁的医院啊 就那个开到房就 直接我说 拜托你们记一下好不好 一直都在问 所以还是要看环境 看那个人啊 对 看你遇到什么人 所以你要让自己越适应 当然就是 有人在带你的时候 人家讲什么 有一个东西就是 我不知道 是不是大家一开始 都知道这件事 就是你要 有两本笔记本 不是我刚讲的大笔记 小笔记哦 是你再进去被带的时候啊 如果你看我们以前 在实习的时候不是也都是哪一本 然后是讲什么 你就写什么 对 然后写乱七八糟 回去再整理 对对对 你一定要这样子有两本 但是你整理的那一本 也要带在身上 然后你乱写的那一本 也要带在身上 要有这两本 那东西一定当然就是 人家讲什么 吵起来整理好 越整理的越详细越好 越详细越好 这样 那才会变成 你的动作才会快 因为你动作快 你才会有那个多余的时间 去还下来 去想一下 去检查 一定要检查 就是当你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你一定要再检查一次 就比如说医生管子擦好了 贴好了都听好 确定位置没有问题的时候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帮你 但是你最后一定自己要做一件检查 我的麻醉药有没有开 我的 有没有打 我的管子有没有贴好 我的什么什么 有没有弄好 那当你越熟悉 你就会越有那个时间去做检查 重新再检查一次都没有问题 这样子 所以 首先就是你的笔记要有 要整理的越好 越详细越 就是越清楚越好 所以 那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 当然还是建议你 就是早一点去 早一点多 就是早一点看一下 你今天有什么东西 你自己心里有个底 但是又是有一些医院 他 因为我 我之前在台大的时候 我看好像他是还蛮规矩的 就是我今天在这间房间 我就是开这一些刀 不太会跳一些杂颗颈 就是跳别颗颈 不太会 我是不太清楚 因为我没有在台大里面待过 但是有一些医院 他们可能要讲求那个 Rotay那个换台的效率 所以可能 你表定上你今天这一台 是开胸腔外科的刀 但是你可能像你去的时候 你可能准备好胸腔外科 去发现 没有是开一般外科 或者是开骨科 你都会很出饿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笔记 你就要马上把它拿出来 就是早一点去看 那看完之后 就是东西都背好 都笔记赶快拿出来 他要换台 你马上东西赶快抓一抓 赶快换这样子 所以亲人的时候 就是辛苦一点 早一点 早一点去 然后晚一点下班 这个就跟上护士一样 早一点去晚一点下班 然后笔记多做一点这样子 嗯 就是要预留一点时间 对对对 你每天都还 我觉得我一刚开始 我每天都会把我的病人 抄下来 就是可能这个病人 他几岁 然后他用什么 比较重要的安格癌 那他今天开什么刀 这样子 那中间 然后去回想一下 中间一整台刀的流程 因为每个医院 每个医师开刀流程不一样 所以我会从摆胃 然后会需要什么东西 到开刀的流程那些 我回去都还会再 把它整理一次 那可能中间 比如说我可能 就像我讲 刚开始都一身一跪 想说 这个是不是什么 那个是不是什么 那你不太确定 有一个问号的东西 你回去一定要把这个答案找出来 然后一样 如果你发现 你永远都记不起来 就把它放到你的小笔记里面去 对 学生带着 对对对 就是永远记不起来 所以刚开始就是 前面一段时间 就是你会发现 你的生活充斥的工作 但是后来慢慢上手之后 就可以亲手一下 像我其实现在还没有很熟 还没有很大尾 但是我其实也就是会松懈下来 想说等一下再让我吃个五分钟的早餐 再让我做很快 但是我觉得 就是有比较进步一点 就是你自己来得及的 当然像我如果 我很好笑 我就会前一阵子 因为我对胸腔外科的刀 是很不熟的那一种 就会手忙脚乱 所以有一次我就是一样嘛 坚持坐到自己的那个时间点 然后就进去 然后就看到胸腔外科 吓死我的 我都已经进来了 我的东西被一半 然后学姐就还要过来帮我 学姐其实很好 他们都会来帮 就是我们那边的学姐 都会过来帮我 而且她其实也不会当场就骂我 她可能就默默的帮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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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那晚上嘛 但是其实心里就是讲说 不好意思 因为学姐一个人要cover很多间 因为她都在这边帮你 她就没办法帮别人 所以就不好意思 所以隔天我自己就是早 因为我是早 我是可能八点上班 我可能七点二十五七点半就早 但是我坐在那边吃早餐 那我可能七点半到 我就会自己先去看一下 真的有熊腔外科的刀 我就自己摸摸鼻子七点半 进去背东西 睡晚了有时间 你再出来吃早餐 没时间你就中间休息 再出来吃早餐 没办法 对啊 就是提早准备 对啊 那你们多久才独立啊 你说正式员工吗 对正式员工 一般是三个月 但是看状况 会家会姐不一定要看你的医院 一般都是三个月 嗯 那可以问一下 就是你担任麻醉的会人员啊 给你带来什么最大的成就感 不然本身就是一个成就感了 你说担任麻姐就是一个成就感 对啊 我觉得本身我就很喜欢这个工作 嗯 就辛苦啊 真的很辛苦 每天回家就是 瘫 瘫在那边 我每天回家就是一个厌世的脸 很累 我还蛮喜欢这个工作 啊 真的有个 有个我觉得很好笑 我昨天 我们昨天才能跟我们同事 就是说就是 可能成就感来自于打A-Line 可以打A-Line就很开心 哦哦为什么 没有啦 练技术啦 就是哦 因为麻醉科的学 麻醉科其实有一个比较 我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好 是你可以练技术啊 嗯 对啊 就是如果有一些医生 他们可能愿意让你的话 就愿意教你 他就可以让你练一下技术这样子 嗯 那你如果练得到的话 你那一天心情就会很好 就当下心情就会很好 练不到的时候 那个心情之沉重 嗯 就是就想说我怎么这么 我怎么这么扮 怎么这么辣 你怎么好不容易 有这机会就弄不到这样子呀 嗯 然后昨天才在讲说 我们的快乐来自于可以练 可以练技术 就可以打一条A-Line 就打一条A-Line 打一条16 我先退步到打一条16号IV 我也很开心 嗯 对啊 成就感来自于技术做得好 然后病人 醒得很安静 因为你知道吗 病人 马队刚醒来的时候 有一些 是很乱 会很糟 对对对 最失败的就是你大力把他摇醒 然后他跟看到鬼一样 这样 下心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你叫他 他直接醒来 然后就很安静 完全配合你 那个就是成就 可是这个应该跟 就是病人体质有关系吧 这条本身也有一点关系 我一开始也会觉得 我一开始 当然病人本身的因素 是占一部分 但是 其实这一些因子 你是 抓得出来 就是你会看一个病人 就觉得 这个病人感觉 他等一下就会造 那 我那边有个学姐 她从我刚开始去 刚读力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她说 我跟你讲 催病人很难哦 她说催病人要靠经验 所以 不是每个病人都这样催 所以你一定要去 去观察 就是 看看别的学姐怎么催 那你观察一下 怎么样子的病人 他们会用什么样子的催法 不是每个病人都是 让你很早关药 很早慢慢催 或者是很晚关药 快快催 不是每个都这样催 所以 你要去观察 那催的方法又各有不同 前一阵子又有一个学姐 她 教了我 催病人就是把病人叫 就是麻醉头麻痴 叫醒 对对对 那前一阵子又有一个学姐 她有跟我 分享她的一些方法 因为像有一些药物 因为我们有手术中的一些止痛药在使用上 我说我对这个药 我觉得 我觉得我看它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怎样怎样 那那个学姐就跟我分享说 其实你看都不一定 那你这个药给了 它可以稳定你中间的过程这样 那比如说你在罚管前你要抽糖 那你看我已经给了这个药之后 你看病人现在 因为他已经要洗了 他现在肥压这么高 心跳这么快 那这个时候你到底适合抽糖 还是不适合抽糖 他就有教我一些 他有在跟我分享一些东西 那我把那个学姐的东西再加进去 自己用一用 就是自己都拿一点 吸血一点 那自己再揉一揉 真的就是也有一点点小东西出来 但是每次又都不 有的时候又不一样 有的时候是如你预期发展 有的时候它是完全超出你预料的发展 这样子 对 那而且其实随着现在麻醉的技术 其实一直都有在革新 一直都有新的东西在出来 也蛮多东西可以学的啦 如果你是走麻醉科啊 你一定一直一直都会有东西可以学 你不会觉得 学不完的东西 对你不会觉得你的工作每天就是 就这样子 对你不会觉得你的工作每天就是去那边 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下班这样子 对 如果有听众啊 也想要就是走这条路 就是也想要担任麻醉科医师 那你会给什么建议 是不是要先准备什么东西呢 当然你如果自己可以事前准备的越多越 当然是越好啊 因为就像我讲的他 你一开始进去你是到一个 即便即便你是 除非你是手术室转进去的 因为手术室的话 他可能对手术的流程那些本身比较新 嗯 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 但是手术室转进去有个缺点 就是你的技术 因为你如果是一刚开始就待在手术室的啊 嗯 你很多东西你都外面的东西都不会 也就是说你肯定有vital sign啊 打IV啊那一些你可能都不会 嗯 但那再除非你是之前有先去转过ICU 后来才转进去手术室 那那个真的就你可能 那就很OK了 对 但是你要想这个这些人他们这么OK 是因为他们前面的东西他们都知道要干嘛 所以嗯 想回归到最远点就是事前准备 所以马上也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事前准备 不论你今天是要去准备受训 或者是你自己已经要上班了 事前准备真的都很重要 嗯 看着就是你针对对这一个科目 对这一科在他们在做什么 重点在哪里了解的越多 你自己书先看 那你再进去看这个病人 你就会然后再反映到你的书上 你自己 就会另外再学到 就是再记得更熟 或者是你自己就会另外有别的 别的收获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事前准备 就像我刚刚讲 我一开始从病房进去麻醉科 什么都看不懂 那我中间我就有在 我就先退出来 我就去ICU 那去ICU 哦你有先去ICU training 然后才 对我中间有离开麻醉科一下 我前去ICU 因为你真的刚进去 而且我那个时候training的地方 我第一次training的地方 那边的学姐她suppose你要会 她都说你都不来这边了 你这些东西你自己要会 所以你要自己找地方学 我早去哪学 对啊 对啊我去哪学 好去ICU学咯 所以后来我就进ICU啦 那进ICU就开始去学 看monitor啊 看AI啊 看这些看那些的 对开始从病人身上 只有一条IV 一个CVP 一条Foli 变成他可能下刀身上 带了五六七八条这样子 那可能学完之后 你再进麻醉科 但是这样也 我这一路走来 我也没有特别的不辛苦 嗯 还是会辛苦 而且我老实讲 有的时候真的东西生疏了 我就忘记了 像昨天吧 病人带Trakia进来的 我还整个就忘记 Trakia有法论 以及没法论 这就回事 然后就从高学前告诉我 你不是ICU嘛 你又忘光 我说嗯对我忘了 那就回归到 就是受麻醉 护理师这个训练的话 是不是有需要什么条件 可能需要有一些工作年资啊 还是 这个也是看医院 哦也是不太一样 我之前看过几家医院 如果你是想去台大的话 台大它会 希望你年资 我记得好像是两年 还三年 最好要有ICU Training这样子 嗯 那有一些医院 它其实就不设门槛啊 就是可能在地区医院的 嗯 内科病房 大概半年 就来Training了 人家还是收啊 对 嗯 所以你要看各家医院 给你的条件 所以不一定 对 所以如果今天是想去 Training的人啊 我觉得你可以 你先去找 看看哪几家医院有开 缺 因为不是每家医院都有开 那个Training的课程 嗯 那你看它 因为它都会有减账 你就去看清楚它的减账 它是属于公费的还是自肥的 那它有什么样的条件 对 它要怎么样子 就是比如说我要你可能年资几年啊 然后要ACLS啊 要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后面附带什么什么什么条件 这样都看清楚了 那你再去考试 那你也 对啊 因为不要浪费时间了 先收集资料 对 你会去资料都先收集好 然后再去看大家医院 然后再去考试 这样子 嗯 那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麻醉科工作 有没有遇到什么 就是可能感人的啊 或者是什么恐怖的一些小故事 而且是那个时候 这个问题 我想了很久 但是我真的没有特别想出什么 所以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恐怖的话 我觉得恐怖当然也是有啊 恐怖就是你可能 看着它上一秒还好好 下一秒为什么写阿神无事 对 蛮恐怖的 对对对 然后感人 感人我倒是觉得还好耶 因为我说真的 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在上麻醉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多 很多都会让你觉得 这一个case 因为每个都不一样啦 所以对 那比较不会有办法接触到 说像如果你在 你今天如果是问一个 外面病房或ICU 他可能可以跟你分享一些 病人跟他讲的话 那些没有 我们就没办法跟你讲话 最多就是醒来跟你说 谢谢而已 对 没有办法 病人没办法跟你分享什么啦 所以你 我觉得你个 这些可能就来自于 你自己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到底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特别想出什么 所以如果不太喜欢跟病人说话 或者跟家属解释的话 其实麻醉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其实不太会讲到话 就跟病人方面 对 对 我要说 小声的说 对没错 但是 我可以讲大声的话 我要说不行哦 那个 因为你还是得跟病人跟家属 都通通 对对对 所以千万不要说 因为我不喜欢跟病人跟家属 讲话 我不想跟病人互动 所以我要进麻醉 但是小声的来讲 确实是有这么福利 你觉得他很吵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讲话 对 不会有遇到那种在病房那些 我觉得我怪怪的 之类的 反正他就睡着了 对对他就睡着了 他看有没有怪怪的 你自己看 对 那如果你没有担任 就是麻姐的话 那你还会想到 另外哪些工作 就是单位工作 或者是其他的产业 我可能会走到别的产业了 你说空姐吗 可能把这个我还没有想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 我本来对医护界新会艺人的时候 是麻姐把我拉回来的 对啊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很喜欢这份工作 所以如果没有当麻姐的话 我可能就是离开医院 对啊 可能专心的去卖我的衣服 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一定 对对 把副业发扬光大 把副业变主业 对啊 那如果你还能 就是跟20岁的你 就是你当时还在 就读护理科系的你对话 你会想对自己说什么呢 多准备一点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在读书的时候 想的太少了 觉得很简单 就是毕业 找到一份工作 安稳的工作 一直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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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嗯 真的 对 你上一层后 你就会发现 你要这么每天 坐坐坐坐坐坐下去 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蛮痛苦的 嗯 所以你一定会 有的时候会想要 可能想说 看自己有什么 其他的发展 嗯 当然你也可以 出来之后 有想往哪里走 你再去做准备 但是就像我前面讲 如果你可以越早准备的话 当然是越好 所以 如果当初20岁的 我知道了 到了3 30岁的我 会想要 去美国当麻醉科护士的话 嗯 我当初就会很认真 趁那个领口房地产 还没有很快的时候 先买一间房子起来 现在把它卖掉 我就会很努力的 困天 很努力的练书 很努力的巴拉巴拉 做这些事情 一毕业就先去考个 阿恩执照 就如此类的 就可以早点准备 对对对 就会提到准备 所以 我觉得 如果现在 还在读书的话 可以多考虑一下 如果将来你在临床做几年之后 你有可能会想要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像 昆尼你做这个 那个 broadcast 一样 就是你分享 大家在临床 这个科目 这个东西 他在 临床上是做什么工作 那如果大家 听一听 觉得有兴趣的 就可以去查一点资料 那你可能就分化一下 我可能在临床做几年之后 我可能要转这一个 好业 那你就 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说那我可以先准备什么东西 这样 非常谢谢你 你跟我们 就是介绍了这么多 还有分享那么多 不会啊 非常谢谢你 不会的 谢谢傅尼帮我们开这个 broadcast 让大家都有机会去认识我们 其他医院工作体 就是工作里面不同科目 不同科别 大家工作的一些东西 因为真的隔科如隔山 真的还是要多互相了解一下 这样子 对啊 谢谢你这么认识 做这个 broadcast 非常地谢谢Rian 给予铺尼聊护理 这个节目的肯定 一开始也是因为 自己在找正常 斑别的护理工作 但是呢 搜寻之下发现 这方面的资讯很少 而且隔科如隔山 身边也不一定会有认识 有相关经验的朋友 所以呢 才想透过 做铺尼聊护理 这个podcast 能让大家知道 不同科别在做什么 多认识不同的科别 也能够尽早 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 甚至呢 在念书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做准备了 如果这个节目 有帮助到你 也请你帮我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 知道这个节目 铺尼聊护理 陪你聊聊护理 我们下次见哦 然后看下这个节目 看看 在这个节目 有点明确 有点明确 我恋想 有点明确 在这个节目 我们下词 有点明确